据媒体报道,1月28日19时左右,人民大会堂外排起了检票的长队,6000多名观众前来赶赴一场音乐之约,第15届北京新春音乐会。 20多位歌唱家登台为观众送上了新春祝福,如今过民族节,着民族庄,赏民族歌,已经成为了北京新春音乐会的标志,都是咱们中国的歌曲,听着亲切也自在。 在人民大会堂这个地点演出,感觉也非常不一样,特别有过年的气氛。